你知道嗎? 不是,我不是說這些 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什麼? 撿出來,蘿蔔撿出來 不是吧 學人中學幾,本來叫小蘭 然後人家說想著我吃這盤 說什麼? 加辣,加辣 大家好,我是老弟手電話 我和我看誰知道 這條片是一條舊情話的影片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都不想消費 在香港的店舖,撿一間是一間 撿的都撿不到的,原來找到有兩間 原來這間店舖 就已經押納了五十年 都未撿到的一間 車仔麵店 老實說,介紹一些舊情話的東西 當然我這麼年輕就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我們要找到我們的樣道 大了十多二十年的樣道 如果我的樣子大了你二十年 你要檢討一下 是嗎? 無論如何,我們去到哪裡? 這裡其實是青衣 因為樣道其實就是青衣 土生組長的青衣仔 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以前住青衣的舊老街坊 都知道這裡叫蔥尾 現在你可以看到這個圈圈 你可以看看 這個圈圈是一個空地 其實以前這裡圍著 有十多二十檔小食 可能有牛雜 我記得當年的牛雜是一元泉 一元泉,我的店舖是嘟嘟嘟嘟嘟 另外這裡有一檔華記的飲品 我們今天去華記車仔麵 華記飲品是華記車仔麵的兩兄弟 孖山兄弟 但現在華記飲品 我不知道它已經去哪裡了 所以找到華記車仔麵 其實這間店很出名 我們可以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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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記車仔麵 然後隔了不久之後就轉了一間茶餐廳 這裡很搞笑 車仔麵 有車仔麵送的排行榜 但它是王子新品銷行排行榜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最好銷量 但10號和12、14號沒有了 即是賣光了 即是它無論如何都升不上12號 即是賣光了 它沒有13號 是否不好以頭呢 13號沒有 不詳 你吃哪樣呢 我吃出奇蛋牛骨水 出奇蛋是否給Kinda出奇蛋來的 那就是想試一下是不是 牛骨水 是牛骨水 甚麼麵 你車仔麵第一樣東西 就是要你吃甚麼麵底 有甚麼麵蛋 公仔麵 老闆娘 我沒有公仔麵 不要緊 右麵 黑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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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你 我當年 不知道豬腸有沒有變了 這麼多年 豬大腸是一定要吃的 豬大腸 是呀 新鮮蛋來的 豬大腸 牛骨水 雞翼 雞翼 三頌 出奇蛋四頌 你說是否看不到 是否老花呢 吃糞便 我現在有很多次 你看看 很多 是呀 因為它只是牛 都有分牛榜 牛肺 牛肚 牛肚 牛腩 五樣 很正常 我想不是 一間車仔麵 有牛肺 牛肺 牛肚 剛才忘記叫韓國花菇 你待會再加多 韓國花菇菜 聰明 豬腸 雞尖 勞哥請 豬紅豬皮 厲害 蘿蔔也很有名 五個菜 會否很過份 不會 不知道 我還未看價錢 你不要吃花菇 不要吃花菇 哈哈 劉哥你知不知道 我很醜 放你 放你 我常常唱情歌 還有你 這個混蛋 你知不知道 不是呀 我不是說這些 不是 我說這裡很多明星都來過 對嗎 你有沒有想過別人會跟你拍張照片 不會跟我拍照 我不是說 我跟別人說你是很厲害的YouTuber 你有沒有說這些 哈哈 好了 因為我們每次吃之前一定說好辣 就像那些煮耶穌 英文 我們吃 是說英文的 喂 但我想說 這個它煎過 有點焦 還是在鍋底煮焦 可能 應該不會煎 首先我覺得你要先加咖喱汁 不是 我不想倒進去 我怕辣的 很辣的 不要 很少 謝謝 謝謝 先試一下 很緊張 很久沒吃過 很好吃 很牛的 糟糕 很緊張 我很期待它是否回到以前的味道 其實車擠麵可以有 首先有一件事已經有少許不同 我脫了 以前 他爸爸的豬大腸是橙色的 橙色嗎 對 現在的豬大腸是啡色的 但我想試一下 鵪鶉蛋 我給你一個花菇 鵪鶉蛋 大有來頭 這是出奇蛋 老闆說 他是用這個 鹽鹽浸過 再不知有什麼水 浸到 不知有什麼 便會用了 它確實跟一般鵪鶉蛋不同 因為它真的鹹在裡面 鹹在裡面 對 它真的裡面鹹 鵪鶉蛋真的裡面鹹 你拿了花菇嗎 花菇拿了 我試一下你的牛骨水 你試一下 牛骨水真的好吃 虛假一定要加 嘩 我覺得 可以 那種是口感 不是梅 但是它吃下去 它有很香 牛骨水的味道 它有一股 我之前說的香腥的 那種糕味 糕是糕 好像糕那種味 但它有 因為通常都是急凍牛骨水 牛骨水的味道很好 還有雞翼呢 試一下 有什麼黑糖雞翼 因為這隻雞翼不是他爸爸的 他自己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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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磅 他的磅上的東西 其實是他自己想的 他很喜歡他爸爸 他很喜歡他爸爸 而他爸爸那些 就是豬腸 雞尖 雞翼是裡面辣的 小辣 我覺得它像瑞士雞翼 嗯 滷水雞 其實辣 滷水是鹹 滷水是鹹 瑞士是甜 你知道嗎 好像今天很有準備來 真的 是 他準備串 我這樣 我鹽去雞翼 裡面有些鹹 很難 因為它是醃過 即是浸 很難浸得很滑 這東西重要 蘿蔔真的很重要 看一支軟 但蘿蔔真的要看什麼 有沒有那些渣 對 有沒有渣 但還是要看時分 看看它當不當作 嗯 有 有 哇 蘿蔔很好吃 好甜 最重要是甜的 要有蘿蔔味 有蘿蔔味 甜 沒有渣 這個不錯 我拍你咬 你看看 嘩 什麼 擠出來了 蘿蔔擠出來了 不是吧 相信蘿蔔是甜 清甜 喂 真的有嗎 我一吸下去 水會流出來 真的有擠出來了 它是超汁 為什麼 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 蘿蔔當然有水 裡面真的不是 我也真的買過很乾的 很乾的 好像脫了水 那些蘿蔔 吃下去不會有汁 不會滑 但它一咬下去 它真的會爆 菇吃了嗎 好吃 南韓 我只看 北韓是一般 因為我覺得它太硬 很硬 很硬 不知道味道 可以 軟 軟 它是 實 但是咬到 不是硬 它是實 它是實 它不是很軟 但是它是咬得到 即是很爽的 咬就咬到 那一隻 因為它是南韓 實在一點 北韓就虛無飄滅 你用北韓的冬菇來吧 北韓的肥仔 北韓的肥仔 北韓的肥仔是沒有食物的 你明白嗎 我來有冬菇給你 其實你會給它 有核子彈 你每次都會這樣做 我跟它差不多 我跟它差不多 不一樣 它差不多肥 你沒有喜歡它 挺有趣 多忍心想去 自他爸爸搬了之後 我也很少吃 到現在兒子摺了手 之後 我好像十年前來過一次 因為以前 十二點鐘左右 他可以沒有食物 即是他很早 就已經賣了所有食物 他好像現在說 開到兩、三點 那我們現在是多少 我們現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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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菜 很緊張 看看像不像他爸爸 煮的 好吃 豬大腸 我發現這裡有一樣 是豬大腸 真的豬大腸 腸夠臭 裡面不是超多肥膏 不像炸大腸一樣 那麼多肥膏 還有你有沒有留意到 一件事 今天我們吃過 剛才試了幾個菜 它每樣都很實 它不會是超軟的 但很奇怪 它實來不是很軟 因為有時候過軟 每一匹 但它實來不是咬不到 它每樣都很好咬口 不會說 因為婆婆你吃不到 那以前吃的那隻 是否有咬口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還是好事 你竟然有帶紙巾 當然有帶紙巾 作為神心的男人是有帶紙巾 我也有帶的 我就怕你今天沒有帶 我是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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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這樣的樣子 都像是單身 我可以 你覺得這個臘汁夠不夠辣 老實說 臘汁原來都是 比我想像中不愛如是 我只要這樣喝 咖喱汁 你說不到話 不是 原來這樣喝是辣的 我先拍水 以前還有一隻辣椒 喂 不要 以前還有一隻辣椒油 被人賣 好像有一隻超級辣椒 你想試嗎 以前很出名的辣椒 人們說是特辣的 我想試試有多辣 你少不少一點 好香 不太辣 有些辣椒油嗎 很香 那種… 那種… 蒜香味 是… 是不是蒜香 總之很香 這個辣椒油很香 豬皮有以前的味道 豬紅也不錯 其實總括來看也不錯 牛骨髓真的很好吃 有牛骨髓的味道 是的 但不知道牛骨髓怎麼形容 但是… 軟 膏 那種… 如果喜歡吃豬腦 或者吃白紙 那種差不多 是…可以這樣說 牛骨髓 一定要叫做 牛骨髓 一定要叫做 至於雞翼 我想說我自己的雞翼 我自己不喜歡吃雞翼 我覺得一般 因為我不想吃全骨 因為很麻煩 豬腸 正常偏好 因為它入味 入汁的味 可以泡得夠糯 我覺得可以 你有沒有想過它泡汁是泡了五十年 五十年 那你比820的勒忌 勒忌 勒忌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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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的勒忌 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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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 我們已經宣疏時空 來到柴灣 沒錯 這裡是柴灣 為什麼我們來到這裡呢 就是因為 對飲食界 沒有什麼貢獻的 好沒有貢獻 好沒有貢獻 我想問你有什麼貢獻 對飲食界 我不是飲食界 所以不需要有貢獻 我也不是 我們來到柴灣 找到一間 70年歷史的 車仔麵檔 顧名思義 其實車仔麵檔 應該是一個車仔的 以前是小販 後來又發了一大賣車仔麵 賣到進店鋪 這個故事 好像是70年前 是車仔麵檔 好像做了十幾二十年 就搬來柴灣吉成界的熟食市場 這個熟食市場 也很有歷史 一會兒我們進去看 你也會看到 原來香港還有這樣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不吃也來看看 雜粗 然後你要米飯 但是有菜 有菜的 這是不是最出名的特別菜 可以油菜上 油菜? 就是另外一條菜 另一條菜 因為我想叫最出名的特色菜 有什麼菜 你看看喜歡什麼菜 因為每天都不同 今天有十種有多 十種有多 任你選的 每天都不同 春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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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那裡 還有要芥蘭苗 芥蘭苗 芥蘭苗 一個人要芥蘭苗 是 這個就是你的雜粒 對 什麼都有 九個菜 九個菜 對 有九個菜 有哪些是沒有的 不包滷水 所有滷水和冬菇 不包你四人 是的 那我們加起來吧 我的朋友很有錢 加起來 加起來 這個雜粗辣不辣 少辣 少辣的 是你的 是我的 少辣少辣 哈哈 元朗辣 少辣 但是它有多特別 車仔麵當 不是湯麵 竟然是拌麵 是的 最近減肥 不喝可樂 喝豆漿 但我完全明白 為什麼豆漿每次都要再開口 我們都不明白 為什麼減肥是喝豆漿 健康 因為有很多糖 是的 我覺得這間有個非常好的好處 對我們拍攝來說 它沒有浸著麵 所以我們拍攝很久 拍攝食物 都不會吸收水 先試一下 螺肉 哇 加了辣汁 挺辣的 這個 這個本來是我的 中辣 老闆娘 每一個人叫的 每一個人大叫 喉嚨不痛嗎 不知道 我覺得它很厲害 一邊做一邊指揮 這裡的麵 這裡有這樣 我吃了蘿蔔 蘿蔔已經沒有了 米粉也沒有了 因為蘿蔔 跟我們剛才吃的那間差不多 真的燜得很軟 又有汁 又有汁 那間就實一點 這間就軟一點 但一樣是有蘿蔔味 而且也很甜 蘿蔔很好 珠紅 我想說 很有珠紅味 有些地方可以吃到 有些地方可以吃到 有些是沒有味的 對 你吃下去 黑了眼睛 就像豬蠔 補完 不錯 我們剛好 不是早來 我們剛剛最後一轉 珠味 它的顏色 沒有味 好像沒有味 對 但吃下去很有味 可能它的辣汁夠厲害 看看有沒有湯蠔 試一下麵 想不到 這樣浪 其實剛才我們看到 大家都看到的樣子 說真的賣相 真的未必有很多 但原來每一樣東西都很夠味 這個拌米很濃 幫我們仔細寫一張 豬皮蘿蔔 不要再問 它是辣汁 一定要加辣汁 它不是死辣 它很野味 是辣的 它的辣汁 又是跟我們平常一樣的 午餐 對 但我想說 這裡 我想早一年前 1點已經是接近山門 坦白說 好像這間也好 我們之前清衣那間 真的生意差了 整個經濟文 反而不是 市場沒有 便宜的東西 都會多些人吃 甚至兩餐飯 正常車仔麵 是貴過兩餐飯 對嗎 對 豬皮蘿蔔 大家在背景都聽到 賣光了 豬皮蘿蔔 但是人們都中吊 雜麵是包括豬皮蘿蔔的 即是說 如果你叫雜麵 就沒有豬皮蘿蔔 有豬皮 好像有豬皮 不過蘿蔔真的好吃 魚蛋 吃了雞麵 魚蛋好熟 有魚蛋味 有 是有味 有味 但它不是陳皮魚蛋 吃冬菇 吃冬菇 你真的不吃雞腳 很甜 很棒 冬菇是甜 甜 蠔味 即是蠔油 蠔油 蠔油 蜂油蜿豆 這個肉很不同 從我們剛才吃的華記 每樣都可以實的 但是我重複一次 它實的不是咬不到韌 全部都可以咬口 但你咬得到很好吃 這家不是 這家很多都偏軟 哇 量都很好 這個麵很辣 很辣 很辣 糟糕我怎麼辦 怎麼吃得完 學人中學幾 本學叫小辣 然後人家說我吃這盤 是加辣 這個魷魚 反而不太重味 不太重味 剛剛吃了我們的豬腸 它又沒什麼老 它好像新鮮豬腸 只是沒有老 它有特別的菜 每天都不吃 剛才有什麼 春菜 白菜 白菜 韓州白菜 大豆芽 白菜 山菜都有味 真的好甜 我吃不出不同的菜 是不同的味 還是菜味 好甜 它的芥蘭好甜 很香芥蘭味 味是差不多味 當然不是 差很軟 我搞錯 吃不出 春菜苗 那個臭青味 嚴重很多 還有 芥蘭麵 就沒有味 不是很鮮甜 春菜苗反而還帶一點點結 有可能 只用麵筋 嗯 三個大盒 麵筋 也需要靠它 拌麵的汁 我喜歡吃麵筋 那種油溢味 有油 油味 那種油溢味 好像吃山筋 我也很喜歡 我沒想到它 看它的樣子 真的慢慢 剛才它做出來 好像沒什麼顏色 但每樣東西都很夠味 但是老實說 款式來說 上一間多款很多 都很多 這裡就是 它來來去招牌的 就是雜麵 起貨先 我建議大家來 叫雜麵 一定要叫 因為它有九個菜 五十元有九個菜 五十元 雜麵 五十元 對了五十元 這裡的雙拼 一定是三十元 下記就特別一點 有些新奇 這裡是最傳統的 我想知道這裡是幾代傳人 七十年前 就是老爺 現在就加了給兒子和媳婦 我老闆娘就是媳婦 媳婦 不過呢 我估計 未必會傳到下一代 很辛苦 做飲食 對 飲食辛苦 可能我們的子女都大過 讀書 都不會走進去 即是煮麵 我想也沒有 所以我們吃得多久 真的沒有 加上這些環境 真的很地道 很舊 很舊 情話野 搭海的情話 剛才我們拍拍一下 有個客人想見到這裡 我們讓開一點 不然你移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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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移過我們沒有機器 我堪稱的是 青衣雞尖王 雞尖王 雞尖王你怕有激素嗎 現在很多雞尖王沒有激素 就是泰國雞尖王 常常都有 原來是要咬水的骨 原來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很軟 我想看看你的骨 很噁心 很軟 不需要咬 但是軟和煤 是軟和煤的 是軟和煤的 軟 軟的 如果煤 你咬不開 不要做不咬開的動作 骨脆不脆 脆不脆 脆不脆 但是它是一絕 它就可以骨肉分離 骨肉分離 留一條給我煮 你絕一條 你絕一下 不會咬均 我試一下雞腳 雞腳真的不是 道道友 因為雞腳也貴 而且我看樣子 當然貴 一隻雞只有兩隻腳 一看就知道是什麼 冰鮮或者新鮮的雞腳 冰鮮還是新鮮 那還有什麼 另外還有一些很Frozen 就是 雪藏雞腳 冰鮮就不是雪藏雞腳 冰鮮就是新鮮雞 雞腳 是一隻很漂亮的 你看到 為什麼呢 通常 巴西雞腳 有人用來煮湯 為什麼呢 超巨型 你看到它這麼小 就知道 這麼小就是新鮮的雞腳 新鮮雞腳在街市買 也要兩元一隻 吃了人的中指 給我 冰鮮雞腳 有的雞腳味 不是很... 巴西雞腳 或者一些很便宜的雪藏雞腳 是超巨型的 是補味的 那些是用來煮湯的 通常 這個雞腳是... 我猜不到它是新鮮雞腳 就是冰鮮雞腳吃 我可能有一張酒 我會只買一碗油魚 加雞腳 買光了 要走的時候 這餐飯呢 吃完了 不是這餐麵呢 已經吃完了 老實說 七十年呢 我想看了 其實我覺得 都比較新鮮 不是七十年那麼老 這間店沒有七十年 這間店可能是四五十 再之前老闆流下來 這一類型 這個配方 所謂 就是七十五 現在午餐時間 其實差不多買了東西 現在點五多鐘 剛才是豬皮、蘿蔔 魷魚 是沒有了 剛才我拍的 是很大碗魷魚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沒有了 豬腸也沒有了 是豬腸也沒有 大家要早點來 而且這裡的座位 其實都不多 十張桌 但是每張桌 都三四個人 但我看到很多 其實主要是外賣 對 我來這裡吃多數都是外賣 不過附近很多工廠區 那些人買回公司吃 但是 有一樣要提醒大家 但是這個拌麵 最後會加醬油 還有加油 如果你想走油 你們要說聲 不要油 但是我發現它的油 它又不是麻油 但是它又香的 我不會說是什麼油 令麵很黏黏 對 而且它加了油 讓你拌得容易均勻 對 對 我覺得這次我們試過兩間 不同 味道我覺得沒有得比較 對 因為 人情味 對 而且 哪間比較好吃 其實我都說不到 人家沒有得比較 因為都是街坊 而且是有些不同的 一個是湯 就是它們的辣不同 但是分別就是說 那邊煮的東西 每樣東西都很實正 但是絕對不是硬的 是很有咬口 很有趣 是很容易咬得開 這裡大部份的東西都是軟 對 它燜得很涼 蘿蔔 那些東西 所以有 不過兩間都做得很好 兩間都很好 但是我覺得這兩間 所謂半世紀老店 跟外面現在的年所出名 那些什麼年 有一個不同 兩間都很少味證 不會說吃完很口渴 不停喝東西 不是 但是它們是觸味 觸味觸料 你會吃到它們每樣的甜味 你都吃到每樣的食材本身的味道 對 我覺得兩間都是大家要值得去試 這間真正的名字是叫 才技 才技觸品 觸品 才技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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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之前有觸品 現在應該是沒有觸品 好了 那這條影片載到這裡 這次的新系列 其實就是找這50年以上的舊店 過上去 好像這新系列 只有一集 是 然後沒有 甚至有女觀眾 有一集 有沒有下一集 大家如果有介紹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去吃給大家看 好 謝謝 拜拜 才技車仔麵 之前都有一個傳聞 什麼傳聞呢 就是老闆娘 會做很多甜品 但是它是不會拿出來買的 它是弄出來送給客人吃的 送給熟客 即是送給熟客吃的 你和你很熟嗎 我剛才都很熟的了 錄到 這些東西吃 你之前來過多少次 我想問 來過一次 可能認得 英俊 都是托盧哥福 他見過 這個不是 飲食界巨子 奴隸手 所以 很有幸 臨走的時候 他說 我做一些糯米池 你去試一下吧 真的很手工 然後 我問他多少錢 他說不收錢 如果好吃 我再買 他說都沒有 不是你付錢 就買得到 是沒得買的 我現在就試一個 嘩 什麼醬 裡面是什麼 嘩 花生啊 嘩 好好吃啊 是嗎 我想試一塊 裡面的花生餡 很香 超香 很喜歡吃花生的 嘩 皮都很煙韌